我们除了有用到所谓的新增资料 就是所谓的insert into 这边前面最多列insert into 就是新增资料 其次的话就是所谓的slate slate的话就是所谓的查询资料 也就是把资料 把它全部再抓回来 或者你可以设一些条件 除了这两个重要功能之外 其实最常就是把资料放进去 再把资料取出来 另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些资料 假设不要的话 那你可以删除资料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50个会员里面 假如有会员退掉了 那是必须你需要把那个会员资料删除掉 那要怎么样把资料删除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还有第四个就是所谓的修改资料 update 也就是如果说假设 会员他不是退 他只是换个电话号码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去更新他的电话号码 比如说假如我今天希望 做一个练习 就是说我可以 把那个资料 做删除 比如删除比较简单 然后再把资料查出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基本上的话 我们可以拿 刚刚的查询 那查询的部分程式 我们刚刚这个查询的部分 那比如说呢 我们利用刚刚这个查询 后面的话就不要加那个好了 不要加条件 就是这样子 OK select 所有的from这个 那也不要xy好了 我把它恢复 一个精简的 就是假设原来我们有50个会员 OK 好50位 那如果说呢 我有个需求 我希望删除 里面假设刚好10号这个人 他退出了这个我们的俱乐部 那10号我要把它删掉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查询会员的 这一个程式 里面 请你在这个第五行的地方 请你 第五行的地方 Enter一下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增加一个slate的语法 跟这一样delete的语法 那这个语法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的第47页 这边有个叫删除资料的 好 那这个删除资料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三行 直接放在我们 程式当中 就是 这边的话呢 其实主要 当然最重要是第一行 他的语法一定是delete the front OK 然后呢 后面请你告诉他说 哪一个table 所以我们是 那个member01 然后member01 后面一样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会有 那因为我编号是在a栏 所以我后面加上a 会有a 所以是10号那个会员退出了 所以后面特别之后 10号这个会员 所以我就把编号这个地方 a等于10 输入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再来就是把这个sicle 语法 直接执行 isq 那最后commit是确认 这个commit一定要执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commit的话 等于会只有删掉之后又恢复了 所以删除 那最后的话一样 我们就把它再查出来 OK 所以特别是要把这个三行加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要删除10号的话 那再把它列出来看看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那你会发现哦 它会先删除10号 然后再把资料列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最新列出来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10号 9号 有没有 诶 10号不见了 对不对 好那10号不见的话 7号假设也不见的话 那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这个 这个有没有 a等于多少 等于7 再把它执行一下 你看一下 7号是不见的 6 后面7就不见了 OK 所以特别是要 如果将来你要删除某一笔资料的话 当然一样啊 你也可以用input 哪一笔你要删除 最后再把资料列出来 好 这第一个哦 删除资料 它其实用到机会多吗 倒也是相对起来 那比新增跟查询应该是少一些些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要修改资料的话呢 怎么修改 所以哦 一样啊 也是三行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三行在底下这里 那其实语法就在这里 update 哪一个table 那特别是哦 它的语法是会尔 会尔 会尔是指哪个编号 修改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是修改什么资料 就放在这里 修改了栏位的资料 OK 所以我们拿这个来修 其实主要是这个啦 这个语法 把这个语法 ctrl c好了 那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做修改的话 那我就直接改这一行 这个部分好了 把它贴上 那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要改的是一号 一号的电话 它本来是这个 0911好了 变成0922好了 OK 别说要改 那 第一个的话呢 table名称 我们叫member01 所以这个一定要改 改一下 member01 set 后面的话是栏位名称 栏位是哪一栏 ABCDE 所以这个应该是E E栏里面 它本来是0911 改一下电话号码 电话里面0922 记得前话单以后把它改0922 然后会有的话呢 它的A栏这个地方栏位因为编号在A栏 等于1 大概改这样子 那一样底下就是把这个SICLE语法丢给资料库 然后commit就OK了执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不OK 1号的部分 有没有0922 就更改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删除跟修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基本上 如果你懂得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那其实大概我想资料库的主要功能 你应该已经就足够使用了 OK 那至于其他的话 我觉得 大概如果有时间你们再去了解 像SICLE语法可能还有一些函数 只是说我是觉得以重要性来看 可能没有那么急迫性 最重要的话你应该先把这些先试着了解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刚刚有一个中间有十分钟的下课 我们没有下课 所以原则上 我们今天就先讲 下一个礼拜的话原则上 我们就要再进一步 来讲有关爬虫的部分 OK 所以下一次就把今天讲的开放资料 它是放在网路上面 那我们之前的做法是下载 把它当档案来开启 那我们未来 是不需要 直接去抓它的连接 也就是说直接爬下来 不然每次都要手动 把它下载再开启 多一个功 那如果以后 我直接就抓它连接就好了 那怎么做 OK 所以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网路爬虫当然包含就CSV Jetson 跟XML 主要这三种 OK 那后面我们再陆续 跟各位做说明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是对我来看吧 那是对我来看吗 我一会儿的 我一会儿的 是否